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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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天气真是好好啊 真是一个适合行山的日子 真是一个适合行山的日子 大家回到家后 记得将今天的所见所闻写下 之后需要将游记 带回学校交给老师哦 啊 不是怪 又要做功课 喵喵 快点看看 这里的景色真是很漂亮啊 我们再跑上更高的地方 相信一定会更漂亮更了阔的 哎呀 白白啊 你不要常常跑得这么快 我追不上你的速度的 再者 你跑得这么快 很容易弄傷的嘛 也都会错过沿途的风景 我们 都是慢慢爬上去啦 哎呀 对不起啊 喵喵 我一心只是想快点到山顶 没想过你刚刚说的沿途风景 好了 就让我们一边走一边放眼四周啦 好啊 哇 这里的景色真是很漂亮啊 为了今次行山 我特意带上我家乡的名物 等等等等 传书物件 手电筒 这支电筒 利害之处就是 只要一按开关 张光线照射在一个人的手掌上面 哇 隔一阵就可以 把远方的物品 传送到那个人的手上了 现在就让我为大家 送上早前预备的礼物啦 哇 好神奇啊 伯伯 好神奇啊 伯伯 谢谢你啊 不用客气 和大家相处的日子 令我想起家里的哥哥 平时我有什么困难 他都会主动帮助我 就和你们一样 所以你们就像我的兄弟姐妹 就这样吧 你们要好好珍惜 一起相处的时光 唐代著名诗人王维 在十七岁的时候 就离开家乡 故身一人去外地 准备考试 过节的时候 他都是独自一人 不禁家配挂念家中的兄弟 于是写下 九月九日 益山东兄弟 这首诗歌 这首诗歌里面 还描述了一种特别的东西 名叫猪鱼 古人在重阳节登高的时候 都会将它配戴在衣衫上面的 啊 不是吧 在衣衫上面插着一只猪 和一条鱼 当然不是啦 猪鱼是一种植物 外形成红色果状 具备杀虫消毒 和驱寒的功能 是一种著名的中药啊 古人习惯 配戴插着猪鱼的布袋 在九月九日 重阳节的时候登高 于是对亲朋好友的怀念 嗯 这首诗真是好感人啊 虽然我没有兄弟姊妹 但和一群同学在一起的时候 就觉得很开心和温馨 那样或者就是兄弟姊妹之间的感情啦 那就对啦 人与人之间 必须互相尊敬 互相帮忙 除了同学 还有家人 邻居 朋友等等 都要守望相助 互助互爱啊 知道 那你们现在知道 如何写一篇邮记啦 知道 这首诗的内容是这样的 我一个人离开家乡 去到另一个地方生活 没有亲人的陪伴 觉得好孤单 去到节日时分 更加失眠亲人啦 今天是重阳节 我在远方想起家中的兄弟都在那登高 他们衣衣衫上面都插住猪鱼 唯独少了我一个人啦 嗯 九月九日 翊山东兄弟 有这么多生字和新词 例如 遗客 遥枝 猪鱼 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幸好我们有古字翻译器 让我们一起解读一下不明白的生字和新词啦 遗客 遗客 是解作他乡作客的人 或者是指私人自己 遗枝 是解在远处之道 远远地想象的意思 猪鱼是一种有浓烈香气的植物 古时的人 习惯在重阳节的时候 用来佩戴 或者插在门前 据说 可以驱邪和祈福的 好了 今天我们学着这么多先 下次再学其他文言文的知识啦 Altd C Altd Altd Altd